明年将是我国同菲律宾建交55周年 阿里玛总统从到我国进行访问的菲律宾副总统兼教育部长沙拉会面 双方就加强教育、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 并表达对新非双边合作迈向新高峰的希望 沙拉也同李显龙总理会面 李显龙总理表示感谢我国的菲律宾社群 对新加坡社会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